欢迎收看小高 郑亲文也退赛了 对于球迷们来说 听到这个消息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还是有点无法接受 毕竟很多球迷买票 主要是来看郑亲文的 但他连续的参加中网和无网的比赛 而且都走到了四强 这对他的体能是极大的考验 退出宁波站比赛 也可以理解 郑亲文表示 在进行完中网和无网的比赛后 我身体已经出现了伤病 我本人也感冒了 我希望明年可以来宁波再次参赛 对于退赛的事情 我感到很抱歉 此前 郑亲文的教练李八 在与球迷遇到的时候 也被问到了同样的问题 他就说 郑亲文会退出宁波站的比赛 但会参加下周东京站的比赛 的确 中网和无网 宁波站的比赛挨得太紧了 球员都没有休息调整的时间 郑亲文虽然也来到了宁波 但他更多的是 为官方的活动而来 也有球迷在15号的下午 拍到了郑亲文和教练李八 康复师沙迪一起逛街 三个人的心情还不错 到了宁波没有进行训练 也预示着郑亲文可能会退出 果然 在郑亲文退出之后 宁波站退赛的球员 已经达到了7人之多 包括前二号种子选手 保利尼和郑亲文 连续在国内打了三周的比赛 球员的体能和精神 也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目前 在本赛季的冠军排名中 萨巴伦卡以9091分 超越斯瓦泰克 排名第一的位置 而且前六的球员都已经进入到了下月初的年终总决赛 郑亲文的冠军排名为第七名 个人积分已经达到了4100分 而第八位的纳瓦罗积分只有3568分 两人相差了532分之多 而且纳瓦罗还不打宁波站的比赛 即便他在随后的东京站比赛夺冠 积分也只有500分 距离郑亲文仍有32分的差距 所以不管郑亲文在宁波站和东京站 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积分和排名都无法反超郑亲文了 这也是郑亲文退赛的主要原因 已经基本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名额 郑亲文就没必要在宁波站的比赛打了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而球迷们也终于等来了这个迟到的官宣 去年在郑州的WTA500赛 郑亲文拿到了冠军 并收获了500分的冠军积分 今年这战比赛挪到了宁波进行 郑亲文也算是未免冠军了 有500分的积分要保 但没办法 今年多了一战无往的1000级别的赛事 郑亲文和其他不少排名靠前的选手 连续参赛实在是太累了 退出这战比赛也是无奈之举 只能是希望在东京站的比赛中 郑亲文能打出更好的成绩 来弥补去年这500分的积分了 对球迷确实有点残酷 这个人在带来 一种最终的阶段的积分 每16年都没有 一种阶段的积分 在这种阶段的积分